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天哥很大道地说了 哈哈 多谢侄爷 我现在和陈律师在一起 香港的事我都听过了 多谢侄爷帮我出了这口气 现在那些人做事太不规矩了 这规矩 那就要规矩了 你还在心上的 搞不得 过几天吧 我和陈律师一起回香港 和你老人家拜年 就这么说好了 哈哈哈哈 隔了一阵 陈软盈拉着肉筋出来 莫少爷坐在床头 望陈软盈这儿出水符涌 嘿嘿 滑下来都要看啊 只要可以看一眼 滑下来都直啊 莫少爷一副不要面的样子 搞得陈软盈很无奈啊 你和陈软盈回香港啊 必须要去一趟啊 唉 你帮老爷都是要面的人 幸好是你和我说了 你如果不说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人情就差了下来啦 人家可能不要你还这个人情 但就不可以假装不知道啊 莫少爷一夜就把陈软盈身上的肉筋拔了下来 把这个活脱脱的美人一夜抱住 而陈软盈一直和莫少爷说 一对肉手却灵巧地深入草丛 把一条网蛇捉在手里面 陈软盈恶高头问啊 是啊 为了你 我真的到处抓人家人情啊 刚才陈秋阳的人情都还没还的 不知道哪天有机会再去见他呢 唉 为了一生都麻烦 但我这么麻烦 你不说莫少爷说完 伸手在她的头上按了一下 陈软盈怎么会不知道 莫少爷想要做什么呢 挖了她一眼 还是乖乖地跌倒下来 继续调教那条不听话的网蛇呢 酒店的大堂里面 两个看下去很斯文的男人 在这里喝咖啡 现在是日头不是夜晚 也只有莫少爷和陈软盈 禁机渴的男女在这里白咒酸淫 奇怪了 刚才还有水龙的 现在又没了 一个人操作着北记簿 他在这间酒店 另一个人就问 没了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 入住记簿 很可能是有同货 所以我们查不到 他到底入住了哪间房 又不可以进去看家母录像的吗 另外一个人就骂 然后呢 大哥啊 这里是大堂 我们在这里这样搞 都是在家母下面的 万一被人发现 怎么办 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住 也不知道着什么衣服 就只有一张照片 我们怎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找到他呢 很麻烦呢 那我去开间房 慢慢找 如果不可以进去 我们就白在东三省里面 走过这么久了 那个大哥无仰的人 说完就站起来 去了前台开房 莫小鱼长长感送了一口气 在陈婉营身上滑花落泥 两个人并排放在床上 横七雪白的样子 说明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见到莫小鱼穿了水衣就要出去 陈婉营就问了 爱食之烟 莫小鱼说完 拿起床头柜上边的烟和打火机 出了睡房 今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听了这么久 你最喜欢哪个女性角色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集见啦 如眼尤家果然没睡 也穿着水衣 赤着脚 坐在陆地窗前面 那张摇摇的灯上曬太阳 屋内的暖气很足 但莫小鱼还是怕它冻了 找了一条薄尖 盖在她的脚上边 不休息多一会儿 莫小鱼坐在她旁边那张灯上 让你们坐得睡着 她一直都是这么大 如眼尤家转转头 望着莫小鱼 这句话打了莫小鱼一个操守不及 那怎么回答 但陈远营的确是叫得很大声 这一点莫小鱼从一开始就知道 好夸张 不知道的就以为把她点了 莫小鱼本来不打算答这个问题 但是如眼尤家他一直看着她 在那等她回答 最后莫小鱼只能点了点头 算是承认了 这样就好了 我以为她是专门叫给我听 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之间产生隔壳 我现在好后悔我醒来 缺恨总是美丽的 将一件事想得太美好 得到事往往会失望 如眼尤家悠悠地说 面对如眼尤家这么说 莫小鱼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对莫小鱼不放心呢 两个人正在那儿聊天的时候 陈远营也都生着睡衣进来 而且一看就是出来示威的 虽然穿着睡衣 但领口那里却放得很低 这房间里面除了一个女人 就是自己一个男人 她还有什么顾忌呢 莫小鱼只是掃了一眼就问了 哇哈尔宾有什么好玩的 很漂亮的 不如我们去看看 陈远营积极地响应了 佳佳 去好里面换衣服吧 我们一起出去 莫小鱼拍了拍 如眼尤家的肩膀 如眼尤家到位看 我听话 起床回了房 看都没有看陈远营 见到这一幕 陈远营很奇怪地问 莫小鱼牽着陈远营的手 一起回了房 洗澡换衣服 对于颜眼尤家 莫小鱼现在真的开始头痛 太敏感了 一个不小心 可能是无意之举 就会令到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没有 他就是这样的 你好好地哄一下他 就是的了 你们都是女人 说什么都方便一点 三个人穿戴原笔 莫小鱼最后锁门 趁着陈远营不注意 拔了他一条头发 喂 干嘛你 莫小鱼把她的头发夹在门线 只要是有人来过 就会察觉到 而且看好了夹头发的位置 一般人是不会那么细心的 这个是跟白鹿学的 莫小鱼和两个女人一起进了电梯 就在电梯合埋的一瞬间 隔壁的电梯 他打开了电梯门 刚才在大堂那里 喝咖啡的两个男人上了楼 直奔陈远营房门 两个人望了望左右 就开始敲门 但是敲了十几分钟 依然没有人开门 可能是出去了 进去看看 大哥就吩咐 那个小鱼自然做事 于是在包里面拿出工具袋 一分钟的功夫 就把门打开了 入门之前 他们都在包里面拿出工具 人手一把无声手枪 但进门之前 就没有在包里面拿出来 进了房 手枪已经举到空钱 但是很失望 这两个人找了一圈都找不到人 除了一些换洗的衣服 甚至连一些贵族的物品都没有 那就令到这两个人很生气了 本来以为可以发一些邪菜 而且雇主也吩咐了 最好偽装城搶劫案的现场 这里没有多条搶过屁 第二 春节 是中国最大的节日 除了一些不可以不运行的部门 一般都要放假 令狐南兴当然也放假了 知道莫小鱼去了东北 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公司放假之后 亲自到了哈尔滨 黎子辉聂杀莫小鱼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令狐南兴的尖骯 一点都不让英杂集团细 他得到莫小鱼的去向之后 直接就飞扑哈尔滨 但就想不到莫小鱼一落地 就失去了蹤影 他一度以为自己的内部出了问题 有人洩露了消息 但是直到莫小鱼再次露面 不是见到他本人露面 而是监察到他的手机又有了信号 在这一点上来说 文胜利就远远及不到令狐南兴专业 在得到金刚头说莫小鱼已经死了的消息之后 文胜利除了哀叹了几声 很快就放弃了找莫小鱼 他认为金刚头应该没说大话 这个时候 令狐南兴同一个女人 坐在一间高档酒店的房里喝着茶 等着好消息 而他面前坐的女人 竟然就是将英康宁迷到三魂 不见了七魄的高岛贵美子 他熟练地表演着茶道 但是令狐南兴心里就不安宁了 好紧张 高岛贵美子 望了眼深水不灵的令狐南兴就问 唐洲可能就没有摸摸 他交过手 好狡猾 等惯有的小聪明 这一次是东北 是绝佳 想要小很多 是他的情人 令狐南兴就说了 令狐南兴嘲讽地说了 为何不将他扔到石楼裙下 哈哈哈哈 高岛贵美子放肆地笑了 你用什么浪费这个努力 令狐南兴好围懒 你又怎么了 你在津门的事 我没有问 所以你都不要问我 我们虽然在一条线上的 高岛贵美子 撞了个远钉 他在津门的事 一败涂地 受到了严厉的情绪 目前将他放到哈尔滨 负责另外插返哈尔滨 一家军工企业的工程师 两个人正在谈 令狐南兴的电话就响了 他站起身走到一边接电话 无奸 但就找不到人 不知道他最好可能 还会再回来 一定要计划周全 不可以出半点差错 好 将个地址发给我 我去看 令狐南兴吸了电话 走到衣帽架旁边 搂起自己的大衣 准备出去 高岛贵美子站起身就说了 找到地形的熟悉度 你不如我 有几个地方是杀人的好地方 你插手 你的事 令狐南兴说完 推门就出去了 高岛贵美子反了个白眼 无出声 坐回自己的位置 继续喝茶 而令狐南兴 即是紧了紧三领 踏入的士里面 向手机接到的地址开过去 的士在莫小鱼住的酒店旁边停了下 然后有人在酒店出来 进了他的的士 一起离开了酒店 江边的风很大 人烟稀小 除了少数东运的人之外 几乎见不到人在这里走动 什么情况 我找的人在酒店那里住下了 他们正在制作行动方案 另一方案是扮成酒店打送人员 进酒店房间入匹行刺 他们的风险很大 如果一击不中 很可能会认得其反 暴露了我们的意图 如果车在地下车库入匹 可以埋伏在地下车库打黑枪 这个可能性最大 但可能我们要等的时间 继续很长 时间要把握得很好才可以 令湖南卿冷冰冰地说 莫小鱼完全不知道 这里有人要对付他 而且这一次 他得不到任何的警告消息 按道理来说 这件事白鲁应该知道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 白鲁一点警示都没有 莫小鱼当然就不知道 身边两个女人 如颜游家捧着灰番薯 吃到嗲嗲嗲 而陈远迎则是一手一寸糖葫芦 吃到嗲嗲嗲 莫小鱼实在不知道 这么冷的天使 在户外吃这些东西是什么感觉 他只是负责付钱就是了 这两个女人买这一样买那一样 莫小鱼身上就快挂门了 但是令莫小鱼恩惠的是 陈远迎和袁颜游家这个时候玩得很开心 也没有在酒店里面的名增暗斗 有的都是互相开着玩笑 围绕着莫小鱼在打打骂骂 就五三个人在一起吃了饭 一起玩到下午才回酒店 陈远迎拿着房卡一刷 正打算推门的时候就被莫小鱼拦住了 莫小鱼躲低身 仔细地望着门口那里 自己曾经夹的一条头发 但很遗憾 没有了 陈远迎就问了 没事 我看下我做的记号还在不在 在 没事 走吧 进去 其实他心里开始打鼓了 说到进门 也是小心地推开了门 好的门后挂着炸弹之类的东西 到时候他们几个就要上天了 莫小鱼走进门 望了望桌上边的东西 拿出手机望了望 发现好几个地方的东西都挪动了位置 而且也不是打扫卫生的酒店员工做的 因为除了几件东西挪动了位置之外 并没有打扫房间 见到莫小鱼坐在沙发上发呆斗 陈远迎就走过去问了 做什么事 莫小鱼点了点头 有日进过来 你拿这部跌路过来我用一下 陈远迎因为是律师 会不定时间和地点处理事务 所以Lowbook是他出门的标配 莫小鱼打开Lowbook 很轻易就入侵了酒店的监控系统 然后快进看了看到底是谁入自己的房间 他惊奇地发现 在自己离房的几分钟之内 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 就有人来了这层楼 先敲门 继而开锁进了这房间 陈远迎还未来得此惊讶莫小鱼的黑客技术 接着就见到这么恐怖的一幕了 自己的房间已经被人来过了 莫小鱼起床熟了一声 然后开始找房间里的东西 到处翻了一次 居然找不到涉听器之类的东西 感到令莫小鱼觉得奇怪了 他们是坏人? 袁颜尤家就问了 肯定不是好人 好人哪里在人家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进来的? 是不是? 对于莫小鱼口里的智障 陈远迎仍是很照顾他 莫小鱼无理他们两个 他按着这两个人的路线一直在追查 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 到底是一般的责 还是其他不怀好意的人 经过一番测看 莫小鱼终于找到这两个人的脑袋 居然也是这间酒店里 那你现在就走还是? 莫小鱼都沉默了 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所以是走是留就拗了 如果没有身边的这两个女人 莫小鱼肯定会去找上门 去看看对方到底想做什么 但是身边有袁颜尤家和陈远迎 这两个女人可谓是手无鱼之力 而且袁颜尤家连个身份都没有 万一件事搞大了就会很麻烦 哟 再说呢 我们哪里都不去 就在这里等 他们来了一次 还会来第二次的 话音未落 门鱼就响了 莫小鱼和两个女人互相望了望 莫小鱼放了摆手 让他们进房躲起 自己起身走到门口 趴在地上就问了 别过